你们说这是美人鱼还是海神呢 哦 资讯咋知道第五小怪报 欢迎来到第五人格 这是男孩啊 这一次我们来看一下鱼女即将新出的金皮 这个有点像美人鱼啊 很多人说这是个美人鱼 但是我感觉他手里面拿着一根 看到没有 海神象征的一个三叉戟啊 所以说让男孩不由自主的联想到 这次的金皮有可能是个海神 或者是海妖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金皮上看到 他的身上出现了很多蜈蚣还有毒蝎子的元素 整体的肤色也更倾向于死而复生的感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鱼女的身世经历还是比较凄惨的 死而复生这个设定 我觉得还挺适合鱼女的形象的 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个金皮总是让我第一感觉 联想到女巫有一款紫皮叫做鱼蛇 你们知道吗 感觉和它莫名的有点类似 有人和我一样的观点吗 好的那再看一下这次的两个紫皮啊 分别是祭司还有冒险家的 讲真的在这三款皮肤中 我个人还特别喜欢祭司这个紫皮的 你们看这次祭司穿了个泳装啊 我的天 这个不是重理啊 因为啊我们知道类似这种泳装系列的皮肤啊 使用起来手感感觉会特别的灵活和轻便 而且看这个紫皮好像没有过多的元素 头上的脚啊也变成了珊瑚和珍珠 如果说鱼女的金皮是海药的话 那祭司这个紫皮应该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海鸡鸣了 剩下的冒险家这个紫皮感觉像是一个探险家落入水中的一个景象 难道是因为冒险家迁来某个神秘的区域寻宝不慎落水了吗 这个啊真不好说啊 好了这就是这次的即将上线的新的一款金皮 还有两个紫皮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祝我金光抽到祭司的这个紫皮吧 也祝大家金光闪闪直接拿到金皮啊 总之变成美人鱼的鱼女金皮 还是挺让人心动的啊 你准备好客气了吗 感谢关注这里是男孩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